這麼好玩的地方 找我們來就對了 欸欸欸 我話還沒講完欸 大家好 櫻米檔 你現在看到的就是 新北歡樂耶誕辰的現場 我就是你們最喜歡的 台灣恐流 還有小恐流櫻米檔 哇 這應該是史上呢 堪稱最大咖的 國際巨星副子檔 來到我們的 準備好了沒有 新北歡樂耶誕辰 觀看這裡 我們首都跟世界級的IP 樂高來合作 而且我們還有光雕 光環境 光朗 這怎麼可能會是 兩三分鐘就講得完的呢 這麼好玩的地方 找我們來就對了 爸爸 我想去開樂高 好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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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跟小恐流 我們就要用我們的心靈 還有我們的身體去見證 這裡有多驚奇 多好玩 可以玩得多盡興好不好 好 等一下不可以跟爸爸搶喔 好 好 走喔 走… 這裡真的很適合一家人來玩喔 而且交通超方便 坐捷運 坐公車都可以到喔 而且附近有很多我們介紹 好吃的名店 吃飽了可以再來玩 玩個盡興喔 你會覺得你整個被包圍在一個 很chill的樂高歡樂新世界喔 對不對 對 對 旋轉木馬好不好 不要這樣子 好玩 那邊洗什麼 對了 因為疫情的關係啊 所以來到這裡呢 還是要戴口罩 然後要勤洗手喔 知道嗎 謝謝 爸爸 我旋轉木馬很好玩 我還想玩咖啡杯 你還想玩咖啡杯啊 好 來跳 哎呀 好啦 好啦 哎 我跟你講喔 巨星偶像還是會累的 不過啊 這個新北歡樂耶誕城 真的是太精采了 而且呢 我們現在呢 只在呢 這個市民廣場而已 還有戰前廣場萬平公園 我們都還沒有去耶 是不是真的太充實了 哎哎哎 我話還沒講完耶 哎哎哎哎 好的 今天呢 經由我們父子 這麼嚴格的考驗呢 我覺得新北歡樂耶誕城 絕對是CP值最高的 而且呢 不賦予呢 它在全世界最高的一個評價 而且呢 現在疫情趨緩了 只要做好防疫措施 大家都可以吸加代券 一起來新北歡樂耶誕城玩囉 阿寶那個有誰 丙江人在這裡就哈囉 丙江人耶 丙江人耶 丙江人啊 哈囉 大家好 我是TVB的天王的韋城 我是志佳 對 我們今天看到一個這麼大的 樂高耶誕老公公在後面 就知道我們今天來到的是 對 因為今年特別跟樂高合作 所以就算是白天 還是有非常多的家長帶小孩聚集到這裡 那其實來到新北耶誕城呢 我們除了要來這邊看看 聖代老公公啊 逛逛街啊 拍拍美照 聽聽演唱會之外呢 我們到這些地方之前 我們還是要記得要填飽肚子 沒有錯 因為你知道到了晚上 人擠人 根本有時候是寸步難行 你肚子很餓 就沒有辦法 因為現在這個耶誕城裡面還是 基本上禁止飲食啦 對 所以我們今天要透過這個懶人包影片 讓大家來介紹一下 了解一下 板橋附近周邊的超好吃的美食 而且這一次還特別請了板橋當地人 幫我們推薦一些在地美食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看 沒有錯 這絕對不是那種 只是網路上隨便搜尋來的 嗯 OK 好 那我們就準備好出發囉 GO 我們現在要去的第一站 就是因為在新北耶誕城附近 其實有非常多的百貨公司嘛 那最近其中一家就是 板橋大圓白 對 而且它樓層也夠高 對 所以我們這次選定了一個裡面的餐廳 這間餐廳呢 其實在聖誕節的時候會別有氣氛 好 我們現在來到的第一間餐廳 就在板橋大圓白的九樓 是金色山脈 沒錯 相信大家對於金色山脈 應該已經耳熟能詳了 但是這間餐廳每次都是耶誕節的時候 它都會特別推出一些特別的套餐 那我們這個套餐的話 其實就是在感恩節跟聖誕節 所推出的限定的聖誕套餐 除了火雞以外呢 還有我們的招牌 西班牙海鮮燉飯 對 然後還有 結合泰式 然後喜歡吃海鮮 會非常喜歡的泰式的鮮肉 鮮螺黃鍋 搭配有我們當季的草莓 草莓甜點 然後還有我們的金色山脈的啤酒 它大概就很適合就是朋友 大概四到六位啊 他們可以聚在一起 然後就可以一起想要這個耶誕大餐 適合有朋友的人參加 對 沒有錯 但是呢這個 其實這個耶誕大餐 如果你要訂的話 你要記得要提前三天預訂 因為它每一天的分量都是有限 我們現在就在這個捷運的府中站 它距離七個夜誕城 走路大概要十分鐘左右 對 我們這次要推薦的餐廳呢 是ABV的精釀餐酒館 那其實不管是 你是吃完東西之後 再散步去夜誕城 還是過完夜誕城之後 再散步來這邊吃飯 入程其實都相當的方便 對 而且其實走過中間的時候 也是可以看到有很多路上 都還是有一些耶誕的燈飾啦 但是如果你跟我們一樣 不喜歡走路 就可以搭捷運 然後大家一站就可以到了 而且出捷運站 步行兩分鐘就到餐廳囉 像是這種大水管麵的部分 它的話是蠻特別它的奶油醬裡面 就是可能加入一些起司 那它的奶油醬吃起來 再更濃郁一點 但我們就是採那種 比較大型一點的 就是那種粗型的水管麵 讓它吃起來的口感 更扎實一點 更有嚼勁 它的話是先下大貝殼 一般的紅醬作為基底 然後可能再多一些 辛香料的香氣去做蔥條 然後就是那種 蝦子的部分 我們就是已經剝好 那如果我們繼續看到這個 因為它比較特別 它的外型是有酒的 對 因為像是這個的話 它叫做干貝龍 龍蛇蘭肌肉寬扁麵 那它的話就是在烹調上面的話 有加一些香菜 跟一些辛香料 那因為我們還有加辣 所以說我們在中間的龍蛇蘭 跟檸檬的部分 把它加進麵裡面 攪拌均勻之後 那個Takiya 其實可以增加它的辛香料的香氣 讓它吃起來的風味更提升 所以它是 加進去拌在一起吃 不是先喝 對 如果你就是真的很想喝 就可以先喝 然後再吃 在使用前 可以就是像這樣 把龍蛇蘭加進去 之後呢 把檸檬汁一起擠進去 因為其實就是像外面 在喝下來的時候 其實會Takiya 再加檸檬角 是因為它可以 就是中和它那種 就是Takiya的烈度 那它其實 喝起來比較沒有那麼強烈 所以就是同樣的道理 就是把它加進去之後 然後這樣這樣攪一下 攪拌均勻 讓它的就是每個麵條的部分 都可以就是跟龍蛇蘭汁 混合到 所以就先幫你倒酒 然後再加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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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現在呢 就是來到了甜點店 因為你知道嗎 我們吃了這麼多的正餐 還有一個位 就是專門用來裝甜點的 沒有錯 所以這次呢 我們特別幫大家選定了一間 板橋在地人推薦 藏在巷弄裡面的 超漂亮 超有聖誕氣氛的甜點店 對 而且他們也針對耶誕節 來推出了鑑定商品 因為冬天嘛 大家知道就是要吃草莓 三款剛好都是我們 經典草莓機器品 那這個中式果實的話 它是巧克力 然後跟木盆子的 和莓果凍 它比較偏向莓果酸一點的味道 那我們上面的話 就是用草莓 然後跟紅醋粒去做打土 它是我裡面最愛的 OK 對對對 它是巧克力味道會比較重 然後它偏微酸 酸酸甜甜的 現在完了這麼多的餐廳之後呢 我們還是要來介紹一下 板橋在地的銅板美食 讓大家用便宜的錢 就可以體驗到 吃到好吃美食的幸福感啦 現在來到的是在地的人 應該是算是說非常有名的老店啦 是由褲口 蚵仔麵刷 還有它旁邊的這個香腸 外帶一個綜合口味 然後一根香腸 香腸是那邊嗎 還是這邊 它這個真的是蠻同班美食的啦 一碗大概都不到五十塊了 一根香腸三十 如果它在地的時間 會稍微早一點點 大概七點左右 所以要注意你來的時間 它還開著 對 所以如果沒有想要吃 那麼多東西的話 然後又想要吃一點東西 填毛肚子再去逛夜戰城 也可以來這個小吃 試試看 我們今天介紹了這麼多的 好吃的餐廳 美食還有甜點 是不是看了一個獅子大東 想要來逛新北夜戰城咧 沒錯 如果還想知道更多板橋的美食的話 不要忘了鎖定TVBS新聞網 好吃懶人包的圖文喔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大家掰掰 掰掰